《周制国家杯》 将会在6月17日开罗 My Radio 特别揭纳 独立付费节目 赢爆周制杯 节目是由今晚开里波相同的节目主持人 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 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对各场赛事最独到的赛事意见 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与以付款的网友 节目总共有十集 大家可以到My Radio 特别买 按入《赢爆周制杯》 便会见到条款的版面 到最底下按一按点击就可以付款 多谢大家支持《赢爆周制杯》 大家好 这个星期六晚上十点钟 历史在笑 大家记得要收看 这一集是讲中共的成立 中共成立的背景 主要是讲 无论是思想和人物 当然大家有留意中国近代史 你会很熟悉的一些人物 例如陈独秀、李大超 这些人 我们在这一集里面都会提到 究竟他们是自发去组织中国共产党 还是苏俄 要他们去组织共产党 或者共产国际 要他们去组织共产党 记得礼拜六十点历史在笑 要收看 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16日 《欧文踢爆》 第1881集 今天大家看到预告标题 大家可能只看标题 以为我都是讲一些大路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根据梁国雄的一宗官司 引发起我要讲这个话题 港共政权步步进逼 反对阵营抗拒无力 撥乱反正要靠选民 大家都记得在去年9月之前 这个立法会选举 地区直选和功能组选举 主要是地区直选 选举报名的前夕 这个选举事务处 出了一个所谓的确认书 接着DQ了几个 准备参选的人的候选人资格 其中一个就是梁天琦 另一个就是陈浩天 当时大家讨论的范围都很清楚 即使我们和有些人的政见未必一样 但我们认为这个选举事务处作为一个选务机构 它是不可以做这件事 现在也有司法复核的案件在进行中 即是关于这个资格被DQ 到立法会开议之后 由梁仲恒和游慧晶 被法院取消了议员的资格 因为梁振英和律政司 入品法院司法复核 认为他们违反了宣誓及声明条例 他们没有完成的宣誓 这个我们也表达了立场 我们是反对由一个行政机关 通过司法机构 去取消一个民选议员的资格 即使我们和梁仲恒和游慧晶的政见不同 我也是要捍卫他们这个权利 现在他们要去中审法院上诉 看来胜诉的机会是非常美的 因为人大释法在先 法院裁决在后 基本上你死定了 接下来还有四位议员 包括罗冠聪、刘小丽、梁国雄 和另外一位功能组别的议员 四位亦被政府入品法院 要DQ他们的资格 这个案件在审理当中 即是说 穷追猛打步步进逼 要你的反对阵营分崩离职 在议会里面的议席减到最少 这个当然也是建制派落见这种现象 现在的比例已经是 大家都是失衡的 但一直以来都是失衡的 因为有功能组别的议员 在立法会的组成结构 一定是建制派占多数的 永远都是的 现在只有27个议员 28个议员 DQ了两个议员 原本是30个议员 只有28个议员 梁国雄另外有一件案件 就是因为他收受黎智英的捐款 没有申报 其实没有申报 不是触犯刑事罪行 他现在告你一条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就是因为你在议会里面 从事公职的时候 没有申报这件事 那个公职任务就是 当时在立法会有些动议辩论 是讲新闻自由的 李梁国雄站起来 就这个动议发言的时候 没有申报收过 这个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政治捐言 而当时你的发言 有提到这个是一传媒的 那你就死定了 他就可以有核心去告你 所以表证成立就是这样的 这个案件要到下个星期 才做结案陈迟 接着法院便会有裁决 我们便不会评论这个案件 而假设他一旦梁国雄被定罪 那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定罪 最少都坐一两年 或者三个月以上没有走鸡 而且现在的建制派便在量 我要根据《基本法》第79条 然后就要DQ 这个是由议会去做的 DQ梁国雄议员的资格 如果你根据《基本法》第79条 是吧 用这个第九项 即是立法会全体议员四分之一联合同意 这个不是 我说错了 七十九条 这个应该是七十九条 就是第七项 行为不检或违反誓言 而经立法会出席会议 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谴责 立法会主席便可以宣布 免除这个被谴责 而且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同意 你的资格便被免除 然后立法会主席基本上是很被动的 根据这个议案得到通过 他便立刻可以宣布 免除你的资格 这个就是第七十九条的第七项 这个我们曾经说过 就是你对梁柔两个人 在议会中宣誓的行为 你觉得是违反了《基本法》第七十九条 第七项 你可以通过出席会议员三分之二通过 演责的动议 然后立法会主席宣布免除他的职务 这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合乎政治规范和合宪 但你不是这样做 你是通过法院去DQ了梁柔两个人的议员的资格 至于梁国雄这一宗 如果他被定罪之后 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的第六款 就是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 或者区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 判处监禁一个月以上 并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解除其职务 这一条就是说 当梁国雄不被定罪或者判刑之后 就可以在议会中启动 我上次被定罪 关于非法集结 被定罪 判监六个星期 是缓刑十四个月 这个判刑 即使你是缓刑也好 那些议员都可以在议会中启动 七十九条第六款 通过三分之二通过 就可以搞定我了 当时是蔣麗芸提出的 在内会上提出 接着在内会上提出之后 大家辩论 当然 如果内会通过之后 由内会主席代表立法会 就在大会上提出 后来蔣麗芸收回 因为他觉得真的没什么ground 因为我是缓刑 当然这个有得拗 也试过有一次梁国雄 也是要去坐牢 那些人又启动 但这三分之二 是很难过得到的 这一次 百分之百建制派 会做这件事 如果梁国雄定罪 被判刑 所以我要在这里 和非建制派 或者泛民主派的 立法会员工 你一定要投反对票 否则 你一定是香港 民主发展的历史罪人 不是黄毓民有厚爱于梁国雄 而是在整个议会的精神里面 你连这个自缺的能力也没有 这个民选议员 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 你如果用这个基本法 第七十九条第六项 这个启动之后 你投赞成票 这就不是代表你尊重法律 尊重宪法 而是因为他说明是要 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那你是可以投反对票 这不等于你投反对票 就违反基本法第七十九条 第七项的规定 这是一个政治表态 你不能够支持 这些建制派的所谓 等于之前都试过 结果就算你投票 你一定是不够的 当年这个尖培中 这是另一个例子 都是用这一项 带过了 尖培中的判刑是相对比较长 那次是 你都不能试试 不能够再在立法会 去行使你的职权 因为你判监 坐完出来的 你这个任期都结束 那便不行 所以在基本法第七十九条 其中还有一项 就是第二款 未得到立法会主席同意 连续三个月不出席会议 而无合理解释者 这一条 就是梁国雄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这个梁君彦 这个立法会主席 他真的分分钟 就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九条 这个第二款 如果你去坐牢 那连续三个月 你都没有出席立法会的会议 那他就可以 由他的职权范围 就可以免除了梁国雄这个议员的职务 有些人就说 未必 虽然这个 不需要议会中三分之二 多数通过 七十九条第二款 但你做这些所谓的话 你会引起极大的争论 因为他里面的第二款 说得很清楚 你连续三个月 没有出席立法会议 没有合理解释 那我都被判了坐牢 你用我什么合理解释 这个真的有得拗 甚至可以拗到法庭 但法庭是没有权解释《基本法》 到时是人大常委会释法 你又是死 问题是看梁君彥是否敢 霸王硬上攻 你一被判三个月 他就立刻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来注意的 除了梁国雄这件案子 引发起我去说这个问题之外 就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政治检控 几乎是无日无之 是吧 2014年 这个所谓占领事件 亦有些人违反了法庭的禁制令 是吧 即是有些场合理 你不准让你出现的场所 你出现了 这样一大堆人 是吧 这些其中一个 郑錦本就判了刑 是吧 坐牢了 有些人没有判坐牢 但接下来排队一群大学生 也有可能有机会被判坐牢 这些也是政治检控 很明显的 接下来 大家都看到 现在在法院審的旺国 2016年的旺国警民冲突事件 全部都有机会被判重刑 接下来如何 撥乱反正 要靠什么呢 就是靠选民 因为接下来会有補选 即是如果在这些补选里面 你的选民都没办法撥乱反正 而将这些原空要补选的议席 即是你投票为支持建制派 等他要多拿两三个位置 令到这个反对派阵营 即是议席一直减少 即是这个 令到香港 未来的政治发展更加不堪 到头来是伤害香港人 所以你要撥乱反正 就是靠选民 当然有很多人对香港的选民 他没有什么期待 甚至乎 郑松泰都说香港这些人是白痴 但现在真的要靠白痴 至于是否像梁天琪所说 泛民和本土派要整合 这些人一直不可以输 这就是属于选举工程操作的问题 我也不便在这里置评 到你将来看有什么人参加保选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要投票支持那些真真正正 他可以坚守民主阵营 你敢反共的人 这就是我的所谓蠢质 不理你什么派 你是否坚守在民主阵营 你是否站在香港人的立场 我们要投票支持这些人 而不是支持那些左摇右摆 包括这些泛民政党 所以如果是泛民主派 你是为了抢位 那你就真的要找一些 真的好打的才行 如果你只是为了抢位 然后去排擠其他人 我觉得这个也没办法撥乱反正 你只会继续被人步步进逼 因为本身反抗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问题 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有些人如果有党派之见的话 可能对我这些说法 也有不同的理解 或者不同意 我们只是根据这个大原则 港共政权步步进逼 反抗陣營抗拒无力 撥乱反正要靠选民 炙特带 这些热炳的地上 玩的就是 打不了 好 轻的 这些热炳 其实是什么 轻的 不要 这些热炳 好 有来 小偏